咱们都知道,残堂五代的小兄们普遍后继无人 因为吴王杨兴密死得早 他儿子杨窝成了非二代中最早即位的 也就成了非二代中最早出事的 杰兔士大人 今天咱们讲讲杨窝被杀 徐温掌权的故事 我是杨丽辉 公元905年,杨兴密去世杨窝即位 杨窝行为轻浮 很多将领不愿意让他即位 甚至发生了外有王冒章为难杨窝 内有周隐劝杨兴密传为给他人的事情 好在有徐温掩可求从中周旋 杨窝才得以顺利即位 杨窝的人品的确不怎么样 就连在给自己父亲手上期间 他都没有放弃作乐 每天种酒饮宴不分周夜 他非常喜欢打马球 因为嫌中将劝谏 偷偷的带人出城打球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有时候天黑了 杨窝还想打球 那时候可没有室内TV场 想玩了几点都行 普通人天黑了 只能躺在床上睡觉 杨窝是一方诸侯 自然有钱点蜡烛 可要想照亮整个马球场 不是一两根蜡烛就可以的 杨窝不管这些 让人找来最大伙的蜡烛 在马球场点了一圈又一圈 左右雅指挥师张浩和徐温 是杨兴密死前留给杨窝的福征大臣 他们多次苦见杨窝 有时候说话不注意 言语之间表露出对杨窝的不满 杨窝怼他们 既然你们说我不才 为何不杀了我 赌掌大权 这句话一出 二人也不敢再劝 只能微微地退了出去 杨窝之所以敢如此似为忌惮 是因为他手里有兵 杨窝手里一共有四股力量 第一股是杨兴密留下来的 数千杰兜士清军 第二股是他在宣州任职时 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 由他的亲信 朱世勤 幻域 陈范带领 当年王某张阻止的 就是这支部队 第三股力量 是杨窝回到扬州 即位为王后 组建的东远马军 这支部队 军事都是精选的 杨窝让范域和陈范通领 第四股力量 是那些愿意归顺杨窝的各地将领 如月娥的刘村等人 杨窝的亲信 秒售老将 加上杨窝 强硬地杀掉州任 逼反了王某张 逼走了吕斯州 重将 人心惶惶 尤其是张浩和徐温 他们可是激怒过杨窝的 二人商议 要先下手为强 废掉杨窝 所以要逐一除掉杨窝的力量 江西内乱 秦培为主帅 张浩徐温建议 让朱思琴 带着杨窝的三千宣州清军 跟着秦培一起去江西 杨窝对老将秦培并不信任 所以对张浩徐温的这个提议 自然同意 等秦培拉下江西后 朱思琴继续留在了洪州 张旭二人以朱思琴谋反为由 派亲信陈佑偷偷地去洪州 要除掉朱思琴 陈佑到了洪州 微服短任 找到秦培 告诉秦培 朱思琴谋反 要秦培杀了他 秦培明白其中的关节 配合陈佑 试验招待朱思琴 等朱思琴来到 陈佑宣布朱思琴谋反罪状 斩杀了朱思琴 收编了他的军队 杨窝得的消息 十分生气 对张徐更加的恼怒 公元907年 正月初九 张浩徐温 趁杨窝和朱将开会之际 带着两百亚兵 冲入节度使大堂 杨窝大惊 惊恐道 而等是要杀我吗 张浩回答 这我可不敢 今天只是要除掉 大王左右乱政的小人 说着就把在场的 陈佩范玉抓住 例数其罪行 全部掌杀 现场有意义的 也被张徐杀掉 其余的人吓得不敢说话 做完这一切 张徐假意认罪 说自己无意造反 这只是兵舰 就这样张徐二人掌握了回来的大权 有人会有疑惑 张浩调兵 为啥杨窝没有得到消息呢 杰都使清军和东远马军呢 原来杨窝探完 他想在城内修建设厂 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就把这些军营全部牵到了城外 这也是张徐二人敢动手的原因 张徐掌权后 开始处理杨窝的地方势力 于是就有了刘存成之心攻打湖南的故事 刘存成之心战败后 张徐二人借故杀了更多的杨窝亲信 杨窝成了有名无实的红龙王 杨窝并不甘心做个傀儡 他暗中运作 想要除掉张浩和学温 张徐二人自然也知道杨窝要除掉自己 时刻防备着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最后张徐二人实在忍不了了 决定除掉杨窝 刮分淮南地盘 然后沉浮诸瘟 公元908年5月初八 张浩让自己的亲信季祥 趁夜杀了杨窝 当晚季祥带人来到杨窝卧室 杨窝还没有休息 经问何故 季祥直言要杀他 杨窝不愿束手就擒 争取道 你们如果反过来 杀掉张徐二人 我把你们所有人都封为刺史 众人一听心动不已 季祥一看 要坏事 亲自上前 赖死了杨窝 年仅23岁的杨窝 就此允命 客观地说 杨窝有没有能力呢 应该说是有的 他在宣州不到一年 就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亲军 处理王茂章很果断 也很得体 江西内乱 也很准确地抓住了机会 这都是远超一个20岁人 所具备的能力 但逼走王茂章 下走吕石州 藐视父亲留下的班底 圣气凌人激化矛盾 的确是他年轻气盛 如果他能韬光养晦 赖着杏子和这些人周旋周旋 杨无政权 还是大有希望平稳过渡的 如果杨窝彻底地掌握了吴国 就算他和杨欣秘一样 不长寿 保吴国三十年 还是没问题 五代局势会有怎样的走势 尚未可知 也许吴国能笑到最后 所以 和我一样的年轻人 为了世界和平 要好之为之 张浩知道杨窝已死 带兵冲入节度师府 在庭院和家道中 不满军事 然后召集猪将 猪将到了 要先去掉兵任和侍卫 才能入内 等众人聚齐 他炸成杨窝暴毙 历生责问众人 次王已死 现在谁来主持军政 在场的人都不吭声 张浩连问了三次 依旧没有回音 这时候的张浩 其实就在等一句话 只要大家 重待他为节度师即可 可偏偏没人接话 他脸色越来越难看 就在张浩要发火的时候 人群中走出来一人 张浩定睛一看 是幕僚颜可求 颜可求 缓步上前 第一声和张浩说 军府极大 四方夺乱 非公不可全大局 只是现在自立 有点太着急了 张浩询问为何 颜可求说 刘威 陶雅 李玉 李简等先王救部 尚在外镇 供现在自立 这些人会愿意吗 不如暂理一个幼主 何人不从 张浩沉默许久 他只是一个清军统领 远没有控制 整个乌国的能力 现在看来 颜可求之计 是最佳的选择 就同意了 颜可求的提议 颜可求带着一众人 来到王府 他进入旁市 假装去见太夫人 趁机写了一个条纸 藏在袖里 等了一会儿 他出来高声地说道 太夫人有令 说着 他从袖子里 抽出那张纸 神情树木 跪下宣徒 其他人也跟着跪下 颜可求读道 先王创业艰难 四王不幸早逝 龙眼 依次当立 诸将不辜负杨氏 要好生辅佐他 杨龙岩 是杨新明的赤子 现年仅十二岁 这个纸条 虽然是颜可求自己写的 但也是最符合情理的 众人自然不会怀疑 于是 以张浩为首的众人 纷纷表示 既然太夫人有令 应当尊重 于是 众人拥立杨龙岩 为淮南留后 东面诸道 新英都统 接任王位 事后 副都统朱锦 来到颜可求处 说道 我十六七岁 就纵横沙场 面对强大的敌人 从来没有像今天 面对张浩一样 汗流浃背 功当面指责他 如同无人一般 我这才知道 我只有匹夫之勇 和功相比 差太远了 从此 朱锦就把颜可求 当作哥哥看待 没能如愿的张浩 回去后 越想越不对劲 他不是怀疑颜可求 而是觉得 徐温太奇怪了 明明是二人合毛 杀了羊窝 为何在自己 最需要人退举的时候 徐温却不开口呢 他觉得 徐温肯定心怀不轨 于是 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 他就想把徐温 调离扬州 到润州担任 这期碰查室 颜可求听说这个消息 秘密地找到徐温 对他说 张浩调功离崖军 势必要把弑君的罪名 夹在弓身上 徐温一听大惊 询问颜可求 如何是好 颜可求说 张浩刚愎自用 又不明事理 弓若相信我 我自当为弓图谋 徐温拜谢 颜可求想拉拢更多的人 他找到 怀难节度父使 李承世 对他说 张浩凶恶 现在他把徐温 调往外地 恐怕 于公不利 李承世经历了昨日巨变 也很忌惮张浩 表示自己会支持 颜可求 颜可求离开李府 这才来求见张浩 他对张浩说 公 要调徐温外任 外界都说 公是想夺徐温的权 意图加害他 人言可畏啊 是徐温自己想去润州 并非我的意思 现在大家都这么说 该如何是好啊 想止住很容易 第二天 颜可求邀请张浩里承世 一同拜访徐温 颜可求瞪着眼镜 假装责问徐温 古人不忘一范之恩 公乃杨氏就将 现在幼主出力多士之秋 公为何要自求于外 徐温说道 诸公建荣 温何敢自专 张浩坚持轻行 也不好再说是徐温愿意外调 只好打消了外调徐温的主意 李承世和张浩关系比较好 事后他和张浩说 颜可求已经导向了徐温 张浩大怒 要除掉颜可求 他派刺客夜里潜入颜可求的房间 幸亏颜可求反应快 躲掉了刺客一刀 询问刺客来意 刺客直接说是张浩派来的 颜可求神色不变 向刺客说 要我死可以 刺客心软同意了颜可求的请求 颜可求在刺客 刀掉在脖子上的情况下 神态自作的书写 刺客是个实质的人 看到颜可求在信中言辞中烈 不禁佩服起来 功乃长者 我不忍心杀害 功给我几件信物 我好回去奉命 颜可求认他秩序 刺客拿了几张东西 回去禀报账号 所以颜可求盯的风筝 提前躲了起来 颜可求连忙找到徐温 说情况有变 要先发指人 徐温询问何人可用 颜可求推荐 钟太张 徐温就派心腹 邀请钟太张入室 共谋杀张浩 钟太张 时任左奸门卫将军 他听说要杀张浩 大喜 秘密地找到了 和自己关系密切的 壮士三十人 杀血为盟 第二天一早 钟太张待到死室 冲入张浩办公的 左右牙大堂 一刀砍了张浩 其余壮士一起下手 把张浩的猩猩一并杀死 没多久 徐温率兵来到 他对众人说 张浩弑君悖逆 暗律当诛 现在张浩已死 但其党羽还未清理干净 不论是谁 只要逮捕张浩与党 一概封赏 军事勇于而出 把继强等人捉住 徐温命人 把继强等人 游街示众 处以激情 做完这一切 徐温前往西宫 拜见太夫人史事 史事大惊 以为徐温这是要杀自己 哭泣着对徐温说 我尚且年幼 难当重任 公让我们回老家 芦州去吧 徐温跪拜说 张浩杀主悖逆 不能不杀 夫人应当自安 太夫人史事 听徐温并不是要杀自己 顿时放下了心来 杨龙岩受徐温 为左右牙都指挥时 把军府知事 全部交给了他 徐温掌握了杨吴的大权 杨吴进入了新时期 徐温性格坚毅 生活简朴 他本人不实质 却坚持让人 读文件给自己听 不论是军政要情 还是行事诉讼 他都能做出 合情合理的裁断 和张浩研发滥行 重兵截略比起来 好太多了 他把军中之士 交给阎可秋 财政之士 交给洛志乡 还和阎可秋一起 制定法度 禁止强掠 提举大纲 因此 淮南军民安定 淮南的实力 越来越强大 和淮南游乱转胜比起来 卢龙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五代政权中 最残暴 最没有人性的政权 即将诞生 那卢龙发生了 什么奇葩的事情呢 节度是大人 点赞三连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